张家口崇里城区位于一个长约两公里 宽约一公里的一个东北西南方向的狭长山沟里 城区居住着约五万人 其中本地人口约三万人 外来人口约两万人 崇里一直是中国的贫困县 借助2022年冬奥会举办地的契机 近几年发展旅游产业 经济有了飞速发展 2019年5月才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崇里翠云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是由河北建设投资集团 所属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2017年12月25日 崇里翠云山国际旅游度假区 翠云山银河滑雪场正式开业 2020年底翠云山云金金灵酒店开业 2021年12月12日 崇里翠云山皇冠假日度假酒店 及崇里翠云山智选假日酒店正式节目 目前这里游客稀少 生意清淡 这也使酒店的打折力度也非常大 五星级翠云山云金金灵酒店 标价每天1888元的家庭套房 现在只需588元 房间设施和卫生程度还不错 福利云山云金金灵酒店 准备 相当约翠云山云金金灵酒店 榜云山云云金金灵酒店 祈祥都要任何家庭套房 留下鹰县云金金券 加湯云金金灵酒店 相当明市为小学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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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